两半皮蛋,两半黄瓜,我真的可以吃一整个夏天 今天分享的就是很家常的做法,简单易学 往皮蛋里面加一根黄瓜一起拌也是很好吃的 中间的瓜囊可以剔除掉,因为这个水汽很大 再给它改刀切成小段,加入一勺的白糖腌制个10分钟 刚好腌黄瓜的时间呢,就来把皮蛋切一下 我这里是放了5个皮蛋 切好之后直接装进盘子里面,然后腌好的黄瓜也放进来 两半菜好不好吃,最关键的就是料汁 姜蒜末,青红辣椒,白芝麻,先用热油激发香味 然后再放一丢丢的盐跟白糖,生抽大概两勺 盛醋也是大概两勺 放一点松鲜鲜蒸鲜,有香油的可以再放一点香油 油辣椒也可以来一点 搅拌均匀了,料汁就完成了 这个料汁可以做任何的凉拌菜 喜欢吃香菜的可以来一点香菜,料汁淋上来 戴上手套,抓拌均匀 非常好吃,做法又简单的凉拌皮蛋就完成了 你们也试试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